这家云宝馆民宿位于杭州西湖区景西北院12庄2楼 按照美团上的电话 谢师傅联系上了老板 对方让他加了微信 谈好的价格是150块钱一碗 谢师傅提前支付了两天的房费 一共300块钱 是可以烧饭的 所以我朋友他说自己一家人在这边嘛 烧饭嘛方便一点 所以到这里来 但是倒在里面的话 卫生太脏了 卫生的厨房上面厚厚的一层翻的 里面的洗手间里面洗澡也没办法洗的 太脏了 还说是花了钱在这里的话 我跟这个酒店里也好 就是哪怕就是快捷酒店这种的话 差点了 但当时现场拍的照片和视频 谢师傅没有出示 记者通过美团找到了云宝馆民宿的实拍照片 室内的装修有些老旧 桌椅也比较简陋 据谢师傅说 实际情况更差一些 谢师傅的朋友后来只住了一天就退房了 剩下一天的房费 谢师傅表示 跟对方协商了 但对方不同意退 但后来的话 我到三登工商行政管理所去投诉他这里的话 才了解到这里是经济试用房 据我个人了解 经济试用房也不需 不行出租 也不行来做网页房这些 但是三登的他说他没有这个荣业执照肯定是那个不能做米团上网的这种网页房这些 更不能是做民宿这些他也没有挂牌子 所以说也没有荣业执照 2009年8月杭州发布了关于加大对经济试用房违规出租行为查处力度的通知 其中规定 对经济试用房出租等违规行为将没收出租违法所得并除罚款 记者找到景西北院12庄的这家云宝馆民宿 敲了敲门里面没人 谢师傅说 房间的钥匙在三楼的一位阿姨手里 哎呀 楼下XXX你住在那边的话是不是找你拿钥匙啊 XXX那个民宿啊 我们现在不跟他联系呢 不联系的是吧 原来是的 因为原来他 怎么讲呢 讲不好的 别人投诉到我们家来了 说我们做什么做什么搞得我们不好 我们就跟他谈一样 现在谁说要找他 本人 本人拿了是吧 我要提前看看那个环境怎么样呢 能不能提前看看呢 提前看你这个上面有视频的吧 都是拍的 都是 你在附近是吧 我在附近 在附近 我过来要办了多小时 记者从房管部门了解到 景西北院确实属于经济试用房 但是已经满五年 可以转作商品房进行买卖 不过具体到谢师傅投诉的这套房子 有没有转为商品房还需要进行核查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三屯派出所 民警表示 原先开设民宿需要办理的特种行业许可证 目前已经取消 随后记者把谢师傅说的情况反映给了美团平台 我们会对申请上线展示的民宿房源进行多种审核 包括验证房东身份证件 电话号码等信息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要求房东提供房源清晰真实的照片 并进行人工审核 如果消费者实际入住发现与描述不复 可反馈至客服 我们将督促房东进行相关信息的更正 并进行复核 1818黄金眼技术报道